在第一條線 最下面第一條線 好 這樣 然後倒下去 現在手會抖耶 然後再來是酸甜 酸甜 這個Honey要加多少 蜂蜜加15ml 它的一版 好 歡迎來到Stupid Bar 全台灣最自重的酒吧 我是榮幸儀的可樂 你幫忙自己介紹 我還馬上直接看就好 對 我說 咦 我是榮幸儀的可樂 大家應該都想說 為什麼要是我們兩個對不對 對 想說真的沒有Brandon嗎 我們是不是成功取代Brandon的位置了呢 沒有啦 就是因為這個節目的潛規則 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們蘭丁呢 一定要上兩次 妳今天有比較敬業 妳有換衣服 有有有 因為我今天本來想說 就帶一套衣服就可以了 就突然這樣 那導演就說不行 你今天要給我準備兩套衣服 我想說喔好吧 敬業一點 對對對 好啦 那可是我們今天要幹嘛這一集 這一集呢 我們要介紹高粱的調酒 高粱的調酒 等一下 害怕吧 我好害怕喔 高粱耶 很農耶 因為有很多高粱 然後一開始大家聽到 妳都會很害怕 就跟妳的反應一模一樣 對啊 高粱不是都怎麼90幾%什麼 沒有啦 那生命是小的 都會怕那種高粱有一種 味道 米麴味啊什麼的 對 但其實它還是有方法 就是可以調製成居家型的調酒 好喝的調酒 加了呀 其實那種長輩都有很多高粱 對 長輩常在喝高粱 所以在有些聚會 妳就是不得不喝高粱的時候 妳就可以偷偷把它變成調酒 喔 介紹好聰明喔 出天換日的概念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材料 好 首先拿出家裡的高粱酒 還蠻美的 超商都買得到的那種美酒 然後我是選蜂蜜美酒 高粱打美 然後還有蜂蜜柚子醬啊 就是那種酸甜的 這個我家有 桂花釀茶 其實我覺得把它換成任何水果茶都是可以的 就是比較水果風味 因為我覺得高粱就是一種野性 是 所以我想如果不要做那種比較熱帶啊 清爽水果茶的風味 讓它綜合一下 對 好 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我先下 其實這個還蠻香的欸 30的高粱酒 可樂妳是會喝高粱的人嗎 我很喜歡喝高粱 超愛喝高粱 其實我也沒有 我也不是會怕高粱的人欸 我反而覺得高粱也蠻香的 對 我是怕它的酒精濃度啦 但味道我越害怕 其實它有比較不濃就是那種 38嗎 38嗎 有啊有啊 今天可能38高粱 然後公命美酒我們也是下 30 柚子果醬 好 它就是可以比較取代酸甜 酸甜 然後茶其實我有先泡好了 然後通常我都會把它泡濃一點點 像我們一份我可能就是 它是建議是240的水 那我就會把它放三個茶包 讓它比較濃一點 因為我們在加冰塊的時候 它就會多 滴室這樣子 就是讓它味道再重一點 我剛剛差兩位說這是什麼茶 後來發現就是那個桂花釀茶 我剛剛有在這個空間裡面嗎 你是真的 神有 太多 好 我們試一下 攪拌攪拌試一下味道 怎麼樣 可以 我覺得妳剛剛有經驗了 什麼 要再給我 自己要再給我睡盒嗎 一樣嗎 是剛剛那個睡盒的方式嗎 對對對 上下把它抓緊 就是不能碰到這個對不對 就上下抓緊不要讓它分離就好了 好 我還是不用搖才是 欸這真的是可以訓練 然後可以瘦手臂 對 有要幾下嗎 喔喔有冰了有冰了 好 好 好 給妳吵 有點太喘 我終於理解為什麼裡面有誰 它要搖完會很喘 很喘 來我先教妳很帥的手那個 好 你是要這樣拉高然後 就快沒了的時候你就這樣 喔 這樣嗎 對對對 有帥門 完成了 是不是沒有滿啊 可以啊通常都就是 這樣有滿度就可以了 耶 完成 完成了嗎 是的 我現在有種飄飄然的感覺 哈哈 那我們現在 再來是 哇 這個就這樣完成了嗎 完成就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欸 嗯 玩起來真的是有高粱的香味 高粱香 對 我真的看你咬的 它的後面啊 就是尾韻會有那個美酒的香氣跑出來 就一開始的時候 你先喝是喝到高粱的味道 然後到最後最後的時候是美酒 然後還有一點茶的感覺 嗯 而且這邊滿好喝的 而且它那個美酒的甜味 有綜合掉一點那種高粱的那種辣口的感覺 嗯 對對對 還滿好喝的耶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其實這些材料 都是就是很那種鄉下的阿嬤家會出現 我是台南人啦 然後我阿嬤家就是會有高粱 然後也會有旁邊就是會有那種老人茶 它會釀美酒 對然後也會自己釀美酒 所以剛好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拓手可得 嗯 然後過年的時候你就可以 譬如說長輩在喝高粱 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脫頭秀一秀 對秀一秀 對秀一秀給他們看 搞不好你紅包會加倍 欸真的 而且我發現就是目前網路上 就是教那種高粱調酒 都是比較那種 對 已經現成好的茶 可是它味道就會比較淡一點 你可能真的再加冰啊 再去咬它就會很容易水掉 沒錯 而且也不夠天然 對 就是所以這種茶包的方式 其實你的茶味就可以更重 沒錯 真的是蠻好喝的 嗯 我現在已經有點酒意了 我們還有一杯 好 第二杯呢 我要介紹我們之前的榮有一款 就是賣的超級好的調酒 哪一杯 叫末路狂華 這是出自那個 慧如軒的那一手末路狂華嗎 對對對 我想要教大家 其實這杯酒你在家也可以自己做 好的 然後首先 我們的荊棘高粱 其實它主要風味 好 來先下我們的材料 好 你要不要下下看 真的假的 越來越害怕 越來越多 這真的可以喝嗎 可以可以 好你說要下多少 30ml 在第一條線 最下面第一條線 好這樣 好 然後倒下去 啊現在手會抖 好 然後再來是酸甜 對酸甜 這個honey要加多少 功利加15ml 它的一半 就是大家喜歡甜一點啊酸一點 就是可以自己調整那個比例其實 好 那檸檬汁的話 多一點點大概25 25嗎 20左右 就是比剛剛15ml再多一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我把它攪拌一下 讓它均勻的混合 好 就這樣很隨性的攪拌就可以嗎 對 然後你就在虎口就是 滴濕一點點味道 有有這個Brenda有嚼過 太多了 低了 好 這不會被黃標吧 哈哈哈哈 還不錯欸 妳想要再酸一點會甜一點嗎 嗯 我覺得蠻剛好 它有一種那個 檸檬愛玉的味道 對 那就對了 一樣是shake 嘿 好 我發現它shake在後面會起這個冰霜欸 對 而且我覺得你越來越順了欸 真的嗎 熟能生巧啊各位 會不會我的位置之後也會被鮭魚取代啊 喔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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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變成鮭魚的頻道 你太專業了 用盡心機養成一個我的頻道 嘿嘿 好 然後這杯酒呢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 鮭魚 哇 鮭魚超好吃欸 就是你喝到後面它有一個就是小小可以吃的 口感 有口感的 對你就可以 在家你就是自己想要吃的份量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而且這個超容易買到 就是 對 全家冰銀商店的7-11都買得到 去哪個 像會不會置入啊 有置入的嫌疑 我們這一集沒有任何置入 好秘密武器 哇 我想起來了 這個之前那個西俊哥哥是有拍過啊 對 真的不錯欸 就如果你們看那一集有去買的話 就可以來試試看你這杯調酒 然後它是用那個蔓越莓汁去把它做成冰塊 難怪是是這個顏色 對 好可愛喔 其實它就是你在喝的時候 然後它會慢慢融化 然後你這杯酒就會變另外一個味道 就是 會有多一點蔓越莓的風味在 對 然後其實這真的很好取得 它就是在那種烘焙房啊 其實它都買得到 然後它其實有很多的形狀你可以挑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那個冰霜的感覺 冰霜的感覺 你看它還有那個毛毛的感覺 超漂亮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你懂我在講什麼嗎 雖然說我現在也不知道我詞彙到底飄去哪裡 那你懂吧 你懂吧 好 來試喝看看 那我現在要試喝囉 其實家裡還有那種檸檬的話 你就把它切成絲放在旁邊 在家也可以做那種很精緻 好像外面酒吧賣的調酒 可以用一些小道具去補助 你一開始喝下去真的就是那個檸檬愛玉那個味道 超級香的 然後還有一點點高粱的味道 目前我還沒有喝到蔓越莓的口感 因為它還沒有紅花 可以慢慢喝 因為我記得這杯是你越喝越久 就是它會變成粉紅色的樣子 就會增加一點果汁的香氣 我覺得這杯超級無敵適合我的是因為 可樂不見了 等一下這支好大喔 不是我剛剛真的講說我覺得這杯超級適合我的 是因為我喝酒喝很慢 所以我都會喝到它熔冰 所以這杯就是很剛好你喝到最後的時候 它如果熔冰就會變成另外一個風味 很棒耶 好可樂剛剛幫我們變出了一支湯匙 現在可以來吃愛玉的部分 不是你喝到最後剛好就是比較慢 因為沒吃愛玉用喝的也是可以 對 哇它這杯其實就是一個 有酒精版的檸檬愛玉 我覺得很好喝耶 大家真的不要再這麼害怕高粱的調酒 因為其實也有好喝的高粱調酒 對 好喝 好喝